都是境内感染 其中有654例都是外籍移工 而且移工的宿舍环境非常拥挤 12到20人就共用一个房间 就成为病毒温床 引发群聚感染 为了防止新加坡沦为亚洲疫情新镇央 政府是硬起来 从14号开始 强制国人外出都要戴口罩 违者将面临罚款 直及新加坡移工宿舍 整层楼的中间是厨房 洗衣机还有卫浴间 两侧则是房间 移工宿舍空间狭小 房间都是上下铺 多人同住 疫情爆发后 所有人都被隔离在房间 不能随便外出 新加坡连日来新增的确诊案例 大多数都是外籍移工 16日更增加了728例 全部都是境内感染 其中有654例 就是住在宿舍里的移工 让民众怀疑是宿舍环境太差 对比反国新加坡人的隔离旅馆 环境实在差很大 除了可以泡走 还可以在超大双人床睡个好觉 想透气时还可以去阳台 和移工宿舍形成强烈对比 被民众批评根本是差别待遇 难怪移工宿舍疫情会如此惨重 而14日新加坡政府政策大转弯 终于要求民众外出时 必须佩戴口罩 新政策上路第一天 就有50人被抓到 没有戴口罩 统统被开罚 政府硬起来全面拼防疫 就怕成为亚洲疫情的新阵阳 记者孙环玲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